大家好,欢迎来到凡事新说,我是小新 1948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正式全部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只在解放那些尚未被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地区 台湾目前还没有被解放,但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再提解放台湾一次了 这是为什么呢?解放军解放的最后一块领土是哪里呢? 答案是南极岛,南极岛位于东海,面积7.64平方公里 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市区约50海里 1954年5月6日,蒋介石在蒋经国和于大为等人的陪同下 前往大陈岛和南极岛巡视防务,慰问国民党驻军 5月9日上午8点,蒋介石登上南极岛视察 他到南极岛的目的是想亲自刊定机场场址 他认为在南极岛建设机场有利于对大陈岛进行空远和反攻大陆 在刘一连的陪同下,蒋介石观察了南极岛的地形 他发现岛上到处都是岛礁,几乎没有搭片平地 根本不适合建立一个军用机场 蒋介石非常的失望 如果非要完成机场的建设,必须有一笔绝大经费也 蒋介石随后又到了游击队住所和居民区市场 蒋介石看到这里黑暗与污秽,甚于地窖,书非人的生活,不胜忧狂 他提出应设法改善 还没等蒋介石彻底改造完南极岛 解放军就在1955年1月18日发起了一江山战役 一江山岛最后失守了 国军一江山指挥官王生明将军演报手榴弹自尽 大陈岛随即失去了屏障 完全暴露在了解放军的火炮射程内 蒋介石无可奈何之下 只好接受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布赖德的建议 同意主动从大陈岛撤兵 2月8日到12日 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护航下 大陈、余山、屁山等岛屿的25000多名国民党士兵 和当地18000多名居民全部撤到了台湾 大陈居民由于义无反顾、催家毁舍 选择追随中华民国国军迁台 被称为大臣一民或者大臣一包 2月24日 国民党军队在南极岛的大沙澳用大米和白糖筑起了一个临时码头 用登陆艇将岛上近3000名居民都带到了台湾 带不走的房屋和物资全部都被烧毁了 南极岛成为了一座空岛 2月26日 解放军登岛 解放了南极岛 但此后再也没有解放过更多的国土 南极岛成为了中国最后一块被解放的地方 当时当地政府在南极岛上设立了浙江全境解放纪念碑 当然 无数的中国人更期盼在不久的将来 能在台湾立一个祖国统一纪念碑 按照中国官方的规范用语 现在解放一词不再使用了 而是用统一来代替 另一个经常被大家提到的词则是武统 1950年1月1日 毛泽东发表了《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 指出解放军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 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中国统一事业 从此将解放台湾提上了日程 到现在已经过去70多年了 当年喊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口号的小学生们 如今也大多已经去世了 在中国大陆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画曾经遍地都有 从1950年到80年代初一直都很流行 在台湾也曾到处都是反攻大陆的标语和宣传画 米袋、信封、香烟河、火柴河上到处可见 但对于台湾本地人来说 反攻大陆是很陌生的事 1945年8月 日本战败投降 被日本统治了50年的台湾 回归中华民国 大多数台湾人从来没有来过大陆 根本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 蒋介石拜逃台湾之后 就提出了要反攻大陆 此时 让台湾本土人跟着蒋介石和外省人反攻大陆 有点抢人所难 对于追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人来说 反攻大陆回到家乡 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站在台湾本土人的角度来看 外省人到了台湾之后 不仅享受了优待政策 还抢占了台湾本地人的生活资源 台湾本地人是很难认同这些外省人的 更不要说跟着他们一起反攻大陆了 不过 国民党从大陆带了很多文物到台湾岛 创办了台北布公博物院 大力宣传中华传统文化 增强台湾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国民党又严密控制宣传和言论 反攻大陆 变成了台湾人不容质疑的目标 没有人敢公开质疑反攻大陆 后来两岸局势缓和 国共双方都改变了口号 厦门和金门隔海相望 相距仅十公里 在厦门岛上树立着八个大字 一国两制 统一中国 口号不再是解放台湾 而在金门岛上 同样也树立了八个大字 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 口号也不再是反攻大陆 那些年无论大陆还是台湾 都认同祖国统一 都承认一个中国 为什么解放军在建国后一直没有解放台湾呢 有人说被抗美援朝耽误了 有人说是因为美国的阻挠 其实最关键的原因是解放军发动的金门登陆战失败了 1949年10月24日 解放军发起渡海作战 进攻金门 但金门登陆战的惨败 让解放台湾的目标成为了泡影 这场战争在台海历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大陆宣称解放军登陆部队大部分牺牲 解放军战士称被俘总数为5175人 阵亡3873人 50多人失踪 俘虏大部分被送到台中干城营房 实施新生训练 国民党军战士则称 俘虏共军7364人 尽管双方口径并不统一 但不可否认的是 金门登陆战是解放军自1927年建军以来 唯一一场全军覆灭的战斗 当时金门守军是国军22兵团 也就是李良荣兵团 这支部队不是国民党的王牌军 反而是由士气低落的残兵败将 和一群从没打过仗的新兵临时拼凑起来的 当时这支部队装备特别差 汤恩伯看到后都震惊了 汤恩伯在李良荣的陪同下 观看了22兵团登岸 他看到船已靠岸后 就有一堆一堆的老百姓蜂拥下船 场面极其混乱 汤恩伯很诧异地问 军情如火 应该下令战斗兵先下船 为什么让民夫抢先 李良荣回答道 这正是22兵团的战斗兵 因为尚未领到军衣 所以仍穿民服 汤恩伯大惊道 行踪乞丐 怎么可以临阵作战 当时22兵团官兵 每人背着一个斗笠 金门的老百姓称呼其为斗笠军 金门登陆战的失利 让解放军认识到了渡海作战的难度 叶飞后来自我检讨说 这是因为轻视了金门 认为金门没有什么攻势 金门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兵团 即李良荣兵团 实际只有两万多人 而且都是残兵败将 1949年10月27日 在确认了金门战役获胜的消息后 蒋介石流着泪说 这一仗我们全胜了 台湾安全了 拱凝头大姐不仅保住了金门 更保住了台湾 11月3日 蒋介石又在 《敌我双方优势之分析》的训词中说 此次金门保卫战的结果 对于来犯之匪万余人 予以彻底的歼灭 不时有一人逃脱漏网 这是我们剿匪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金门登陆战之后 国民党在台湾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而大陆解放台湾的计划 也被暂时放弃了 在两岸关系中 金门的位置极其重要 1958年8月23日 金门炮战爆发 在炮火最激烈的时期 蒋经国在9月15日 10月1日和10月21日 三次侵赴金门进行巡视 蒋经国一生总共去了金门123次 由此可见 金门对于台湾和两岸关系的重要性 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后 曾有人建议他去菲律宾和婆罗州占地盘 蒋介石对此不屑一顾 蒋介石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 他绝不放弃大陆 也绝不去占领别国的领土 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是 一年准备 两年反攻 三年扫荡 五年成功 但是 几十年过去后 光复大陆遥遥无期 反攻大陆最终也成为了炮影 至此 解放台湾和反攻大陆都成了炮影 其实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并没有只停留在口套上 国军一直都在行动 蒋介石曾派出十几万军队 副守舟山 企图封锁上海的航运 而舟山群岛的焦点 动头岛 被国共双方轮流占领 反复一手高达五六次 军史记载为 五出六进 1952年10月13日 国军攻下了福建南日岛 1953年7月16日 胡联帅一万多名国军攻击了漳州东山岛 虽然台湾跟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但美国人一直强烈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 驻台美军和情报人员 极尽所能地搜集相关的情报 希望发现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蛛丝马迹 并立即加以阻止 为了掩盖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 蒋介石让于伯全 主持台美联合反攻大陆的聚光计划 让美国人以为反攻大陆 仅仅是纸上谈兵的演戏 就是一个跟美国要援助的借口 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 是极其机密的事情 不能让美国参与其中 尤其是在美国不支持反攻大陆的情况下 因此 聚光计划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的注意力 而绝密的国光计划在暗中持续了十几年 中国大陆则非常重视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 全方位的加强了在沿海地区的步伐 村村都有民兵训练 到处都在抓台湾特务 在沿海城市 初中生都被要求参加军训和实战打把 为了防止国军进攻 沿海地区挖了无数的壕沟 中国大陆也往台湾派遣了大量特工人员 许多特工被发现后都不幸牺牲了 当然 期间也有一些人淘汰投敌 1972年以后 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实际上就被搁置了 1978年12月以后 中国大陆决定改革开放 面对大陆领导人的关键改变 蒋经国提出 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实际上否定了反攻大陆计划 1987年 台湾当局正式表态 反攻大陆已经是一个不现实的口号 从此 两岸的紧张关系缓解 双方加强了经贸合作和人员交流 通航后 离开大陆几十年的老兵 可以回到家乡探亲 或者上坟扫墓 台湾商人则可以到大陆投资办厂 利用大陆的广阔市场和廉价劳动力 很多台湾企业飞速发展 台湾企业到大陆投资 不仅给大陆带来了改革 及需要的资金 还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 都让大陆的产品走向了世界 当时 以邓丽君罗大佑为代表的台湾音乐 风靡大陆 他们的歌曲深深地影响了 大陆的七零后和八零后 以三毛琼阳为代表的文人 出品了很多作品 也影响了大陆无数的年轻人 这些台湾文化成为了大陆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个时期是大陆和台湾关系的蜜月期 那时候大家都喜欢赚小钱钱 喜欢一起聊音乐 没有人觉得大陆和台湾会打仗 但现在 由于各种原因 武统又成为了热门话题 对于普通大陆老百姓来说 武统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毕竟 统一台湾的信念一直根植在我们的血脉里 我们等待统一 已经等待了七十多年了 我们自小就被灌输统一台湾的信念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不能统一 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当然 作为台湾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中国大陆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 很多台湾人自出生以来 就没有光伏大陆的想法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台湾人有矛盾的心理 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一些乐观的大陆网友看来 武统就是24小时占据全岛 三天解决问题 只要美国不插手 武统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 在真正的士兵眼里 武统又意味着什么呢 当年 金门登陆战 近万士兵全军覆没 几千条胜命转瞬消失 现在 虽然中国大陆的海军空军实力暴涨 但渡海作战 又谈何容易呢 1996年的台海危机 东南沿海曾经动员 征用了将近两万艘渔船 1999年的军演 也是军舰和上千艘渔船一起演习 一旦战争爆发 并不会像乐观派预计的那样简单 或许是上万艘的军舰和渔船 载着几十万军人 他们抱着誓死捍卫祖国统一的理念 一往无前 汤凯夫死 而在海峡对岸 也有几十万严阵以内的军人 这些军人都有名有姓 有血有肉 都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如果爆发战争 就是血染海峡 生灵涂炭 不需要猜测战争的结果 肯定是大陆胜利 但是 对于双方来说 这是中华民族的失败 双方的仇恨和隔阂 需要几十年来化解 而牺牲最大的 是参战的士兵 和两岸的普通老百姓 1950年开始 金门登陆战中 被俘虏的解放军士兵 就被国民党陆续释放了 这些不愿意投靠台湾的战俘 回到中国大陆后 大都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 他们中有些人被枪毙了 有些人被判刑坐了牢 城市和部队也没有收留他们 他们只能回乡务農 他们在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 有多饱受磨难 要知道 这些都是曾为了祖国的统一 而流血富商的士兵 他们是九死一生 克服了种种困难 才回到大陆的 直到1983年 中共中央才发出文件 要求对金门被赴人员进行复查处理 绝大多数人这才恢复了党籍和军籍 改为复原军人 并补发了复原费 当时 一名老战士得到消息后 在喝酒庆祝时狂喜而死 得知这条死讯的老兵们 无不泪流满面 那些没被释放的解放军战俘 大部分被编入了国军 但国军根本不把这些战俘当人看 在运输船上 这些人只能吃残余的生大米 有很多人在船上死掉了 一些人是饿死的 一些人是因伤病死的 还有一些人 是在争抢大美的过程中摔死的 然而 存活下来的人 生活已饱含心酸 他们不仅要经常参加 各种思想检讨会 还要检举揭发诬告昔日的战友 更时刻面临着稍一说错话 就会被活埋的危险 国军认为这些战俘不配被枪杀 因为那样会浪费子弹 他们只有被活埋 这些经历都扭曲了幸存者的性格 每个人都变得胆小 多疑和阴郁 直到台湾解研多年后 这些幸存的战俘仍然低调行事 不愿多谈往事 其实何止是士兵 普通人在战争中也过得非常惨 当年离开故土的大臣居民们 都相信过一阵子就会回去 因此撤退的很有秩序 他们也仅仅带着简单的家当 去登船了 但他们迁到台湾后 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 他们也很难跟主流族群 闽南人沟通 陷入了孤立状态 他们的生活相当困苦 居住环境比当初在大臣岛上 差了太多 直到今天 在台湾各地仍然可以看到 大臣新村 一江新村等安置大臣居民的地方 台湾本地人也经历了土改 和各种管制压迫 也遭受了各种苦难 大臣义民外省人 和台湾本地人的矛盾不断 彼此间的裂痕至今无法完全弥合 如果爆发战争 最受伤的其实是普通人 所以不管是对大陆 还是对台湾来说 和平统一才是最好的方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